主要就是说,我要判断的会是在上一列 这样的话可以解决刚刚那个列,就是空白列 如果连着两列,就无法删除那个问题 往下,那Sales,这个也不是空白列,这也不是 往下,那Sales,这个 这个是空白列,可是往下一列 那现在,我判断的呢,现在是六,所以我是先让它往下,再判断上一列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如果刚刚有没有,接着两个空白列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删掉一个之后的话,我还是往上,还可以继续删除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这一列删除 实际上我删的是什么?上面的一列,而不是下面,现在跑的这一列 然后把这个地方删除掉 那再来呢,我这边会多一个什么呢?多一个J 那这个J主要用途就是说呢,因为我把某一列给删掉了 某一列给删掉了,那这个地方的话,我就要记录我到底删掉几个 几个空白列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说呢,我这边,假如说呢,我的总共列数,假设是84 减掉我的这个什么呢?我的删除掉的那个,那一个空白列数呢? 如果它大于等于I的话,那记得就是I要再往减一 为什么?你如果不减一的话呢,它就会陷入无穷回圈 尤其是后面完全都是空白列的情况底下的话,那就会一直往下跑 就会一直跑不完,就变成说,这个Fore回圈呢,它没有结束的点 会一直往下跑 OK,那这边往下,然后 往下,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判断的是上面那一列的,那我把这一列给删掉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在J的话呢,再加1,变2,已经删掉两个了 那往下,继续跑,那一样在这个地方再删掉一个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我可以确定没有问题,往下跑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没有空白列,继续往下跑 OK,那遇到空白列之后的话,OK,它往下,对不对? 那实际上这一列我判断,不是从这边删,而是现在在-1,再把这一列给删掉 OK,那就往下,这样的话,我把它全部执行完毕好了 全部执行完毕,OK OK,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跑到84列就结束掉了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完成的范例,各位也可以在我的云端空间里面可以看得到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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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